近日 火箭军某部开展了《立功喜报送家门优待政策会家人》活动 但与以往不同 今年的喜报除了送到官兵家中 还送到了军属所在的工作单位 让他们一起分享这份荣誉和自豪 在湖南一阳张家赛乡第一中学 火箭军某部官兵代表把三等功获得者鲁顺波的喜报 亲手送到他的妻子王丹手中 这份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王丹感动不已 迫不及待地赶往教室与学生们分享喜悦 学校还借这个机会 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让他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军人的神圣与崇高 我也感到很惊喜 我没想到会送到我们学校来 孩子们也很激动 所以我们把很多学生表示 他们也要参军报国 在学生当中就尝试了一种很大的正能量 一位孩子们种下了一颗追求荣誉的种子 这几天河北公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公安县人物部 联合组织立功受奖军署走进军营 参观体验官兵训练 了解部队生活 让他们真实感受军队的训练和生活 正好地激发大家扎根军营 踏实工作的信心 营造创新争优 永征第一的氛围 感谢观看